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35岁前新女郎黄胜一应在功夫中演出哑巴女儿爆红 与男星杨子结婚11年 育有两子 近来她带着大儿子安迪参加实镜秀妈妈是超人 节目中意外曝光了她所住的豪宅 金碧辉煌的程度让人目瞪口呆 黄胜一的老公杨子除了市民演员 也是中国知名的企业家 家境富裕是可想而知的 但从节目中的画面看来 黄胜一一家的有钱程度超乎常人想象 只见黄胜一的婆婆在楼下大叫孙子名字安迪 便从长长的旋转楼梯跑下来 客厅看起来宛如高级饭店的大厅 婆婆表示安迪是她最疼爱的孙子 只要她想要的就会尽量满足 更透露安迪喜欢出去玩 便帮她建一个游乐场 像滑雪那就帮她建一个滑雪场 撒钱丝毫不眨眼的态度惊呆众人 观众直呼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从楼上跑到楼下要花一分钟 我再也不会怀疑小说中的富豪了 黄胜一过去为知名新女郎 翻设自黄胜一微博 黄胜一家豪宅曝光 翻设自秒拍 黄胜一一家尽力满足儿子需求 翻设自秒拍 影片点我